上個星期國際有個大新聞 Mikhail Gorbachev 中國大陸的觀眾應該比較熟悉這個名字 中文翻譯叫做戈爾巴喬夫 這個人是蘇聯解體前最後一個蘇聯總理 跟美國雷根總統一起和平的終結冷戰的人 左派的新聞頻道現在開始把這個人捧的跟什麼一樣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不想要承認真正終結冷戰的英雄 就像說鐵娘子Margaret Thatcher 跟美國的總統Reagan 戈爾巴喬夫他執政的初期是非常可怕的 非常共產主義的 他就是一個徹底的斯達林跟列寧的追隨者 他並不是個什麼終結冷戰的英雄 只是到了蘇聯末期 整個國家因為經濟的關係 真的是完全撐不下去了 不能一直什麼都用軍隊執行 不能什麼都用秘密警察去暗殺 星期二的時候他去世了 享年91歲 我們比較年輕一輩的觀眾 或許不太記得他是誰 甚至根本沒聽過他 戈爾巴喬夫是一個從1970年代開始 在政治圈裡就非常重要的人物 除了在政府裡面工作以外 他這一輩子沒有做過其他工作 他生活在一個曾經非常強大的國家 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帝國 他的政策加速了整個帝國的衰退 而且他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 真正接受共產主義的一個人 簡單的說這個人的人生跟周拜登很類似 但是這麼說實在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非常不公平 我在這裡也不是在對死人不尊敬 不管是戈爾巴喬夫還是拜登這兩個死人 某層面來說 戈爾巴喬夫比拜登做得好非常多 而且他是一個比拜登好很多的人類 我知道這不算是一個鼓勵 但是他在某層面上對這個世界是有貢獻的 他跟雷根一起在沒有開一槍一炮的情況下 終結了冷戰 而且對他的國家有新的方向、新的改革 這兩個指標是政府透明化 以及徹底的重組政治以及經濟秩序 這兩點就是戈爾巴喬夫跟拜登最大的差別 這個老共產黨黨員想要把政府的腐敗連根拔起 而且讓人民在國家的政策裡面更有聲音 在經濟方面更自由 那拜登這個新的共產黨黨員呢 最想要奪取的就是人民的聲音以及經濟自由 而且自己本身就是政府的腐敗 戈爾巴喬夫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說真的戈爾巴喬夫或許就是 現在美國最需要的人 如果他選2024的話 在沒有任何共和黨的人的加入下 我可能會投票給他 我希望共和黨能給我們一個總統候選人的方向 是至少可以跟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一樣的 政府透明化以及重組政治以及經濟秩序 因為我們沒想到的是柏林牆拆掉的30年後 美國會變得跟之前的敵人蘇聯這麼類似 我們的經濟衰敗 到處都是政府的腐敗 聯邦的警察變成了黨衛軍 整個美國從商業、教育到醫療 全部變成一黨獨大 而且這個國家的到處的影響力都在崩潰 整個國家都要分裂 而且到處都是被外國的文化侵蝕 人民已經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連男的還是女的都不知道 簡單的說就是我們現在的情況很糟糕 不一樣的就是戈爾巴喬夫某層面 還是個不錯的人 蘇聯解體 但是俄羅斯人還是很喜歡他 那拜登則是一個 基本上沒辦法被喜歡的人 他以前開什麼玩笑啊 說什麼 Let's go John 但是現在他只是一個易怒 然後不知道在氣什麼的人 然後到處說別人是種族歧視 性別歧視 說這個國家一半以上的人 是法西斯主義的神經病 戈爾巴喬夫結束冷戰的時候的混亂 以及紛爭可以由一個廣告完美的詮釋 一個Pizza Hut的廣告 和他這樣子 那些人 那些人 對他有暴力的 因為他有新機會 因為他有政治不足 因為他有自由 完全不足 因為他有政治不足 力量負 энdokhole 半壇碰性 達德 基于他身上的食材 在 迪迦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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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PizzaHud的廣告就是蘇聯解體的完美詮釋 甚至比柏林牆倒塌還要真實 一個蘇聯解體時最後的領導人 在一個PizzaHud的廣告上面演出 這個PizzaHud是一個來自西方世界 資本主義連鎖的PizzaHud 就算當時蘇聯的混亂、政權腐敗 各式各樣的衝擊 帶給俄國人的卻是經濟自由跟更多的機會 他們覺得共產主義治理下 我們的經濟衰退了好幾十年 冷戰的結果就是我們槍跟子彈比人還要多 人卻比能吃的食物還要多 但是我們俄羅斯人要的是自由市場 我們要讓經濟再度成長 戈爾巴喬夫這個人的人生的爭議性很大 但是這個可以讓我們了解一件事 就是經濟成長對一個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字幕組成員 在你身 statist事 我們有很多部分的